这群研究人员围在一张空床边 他们凌空注射了一腔真剂 而夜地居然在空中勾勒出一只生物的外形 从血管到内脏再到骨骼与肌肉皮肤毛发渐渐出现 这居然是一只隐身大猩猩 研究团队欢呼敬驻 他们成功突破了隐身计划的第二阶段 而作为团队的核心大脑 赛班也是欣慰无比 自己无数个日夜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 虽然赛班是天才 但他总是一意孤行 也正是因为这种偏执 赛班的女友兼同事琳达和他分手了 还和他最信任的副手灭霸偷在一起了 隔天他们去汇报实验进展 本应光荣与掌声并存的时刻 赛班却表示没进展 不仅骗了上级 还把这对地下情侣整萌了 赛班表示正因为这是个国家秘密项目 所以极有可能在告知了这帮高层后 整个研究就会被剥夺 交给别人接手 长道甜头后 赛班却说 要秘密进行第三阶段人体实验 而他则自愿成为实验体 只要成功 就没有人会追究他们 很快实验正式开始 为了不让同事负责任 赛班亲自给自己注射药剂 很快 他的身体就开始发生变化 赛班的苏醒伴随一声惨叫 因为眼皮也变成透明状态 苏醒的他瞬间被灯光亮瞎了眼 他决定在三天后进行复原 同事们接触了隐形的赛班后 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神出鬼没 而对于隐形状态 他们早已有了对策 那就是热成像眼镜 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隐形生物 晚上同事小成留下来守夜班 因为眼皮透明 赛班无法入睡 从房间走了出来 看见监控室熟睡的小成 他饿向胆边生 伸出了咸猪手 小成醒后 发现自己衣冠不整 跟地下情侣说了这件事 他们想着问赛班 但看不到他的表情 赛班也装着不关我事 这事便不了了之 同事小黑在上厕所时 也总觉得有亏视的目光 每次上厕所都要戴上热像仪 吃饭时 大伙背着赛班讲起了闲话 女同事表示 因为赛班的隐身 让他们感到不安全 就在大伙吃完离开餐厅后 一个椅子转了起来 赛班一直都在听着 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终于到了要复原的时间 然而复原药剂不仅没用 还差点把赛班害死了 众人也没有办法 只能给他做个面罩戴着 并开始尝试做各种实验 日子一天天过去 此时的赛班 像个实验动物一样 被折腾得死去活来 无数大大小小的针孔 和一次次辐射实验 都让他倍感折磨 更令赛班崩溃的是 他被囚禁在实验室太久 都快有幽逼恐惧症了 他再也忍受不了 准备回家一趟 而看班的小胖 则将这事告诉了地下情侣 一出研究所 赛班的压力就被极大缓解 回到自己家 赛班倍感温馨 看着熟悉的环境 熟悉的安全感 还有熟悉的美女邻居 赛班动了邪念 在欲望的驱使下 他摸进了邻居家 此时琳达赶到赛班家中 看到面具自知大事不妙 他叫来所有同事 分发热像仪和武器 准备抓捕赛班 而此时赛班回来了 看着这抓小白鼠的一幕 发生在自己身上 看着这群拿起武器的队友 觉得分外悲凉和滑稽 实验继续进行 实验次次失败 赛班又快忍受不住 囚禁班的生活了 他的理性阻止着他 不再去犯罪 转而寻求琳达的爱情 可是琳达对赛班 全无好感不说 看着空洞的面具 更多的是恐惧 他再次拒绝了赛班 欲望的诱惑再次袭来 为了应付监控室的热像监控 赛班用了旧录像替代 他漫步城市 戏弄着生活中的路人 接着来到前女友琳达的家 希望能让他回心转意 可是他看到的只有背叛与利用 小丑竟是我自己 赛班狠狠砸破了玻璃 两人认为赛班逃了出来 急忙打电话给实验室 可同事却说一切正常 此时的赛班被愤怒和怨恨 占据了大脑 听着不断吠叫的隐身狗 它终于爆发了 很快同事们发现狗狗尸体 这个异常也顺带查出了监控的伪造 事态失控了 他们去向上级报告 准备告知高层 然而赛班却抢先一步 紧接着赛班终于要动手了 他切断实验室的所有通讯信号 取消了所有同事的权限 在众人开始抱团找他时 勒死了落单的小黑 在众人利用热像成像系统抓捕他时 扎破了小胖的动脉 该找这个背叛自己的助手报仇了 因为隐形的能力 灭霸根本防不胜防 眼看就要被杀 琳达及时赶到救下了他 并封闭了一边的通道 众人要救小胖需要输血 小诚直接跑回实验室拿血包 却感觉到一撞 连忙把血带扎破 撒得满地都是 虽然最后颇中了赛班 却依然被他杀死 在杀害了最后一个研究员后 在场只剩下了地下情侣二人 赛班手持武器 直接插进了灭霸的腹部 并将这对狗男女 关进了冷冻室中 将温度调至最低 还将所有的 关于隐形计划的数据 全部回去 用大量的化学材料 制造了威力恐怖的定时炸弹 准备彻底毁掉研究室 顺便杀死两个利用自己的贱人 可赛班忘记了 对方也是科学家 用专业知识打开了门 灭霸重伤 琳达紧急处理了对方后 便去追赶 正要搭电梯逃离的赛班 点燃化学喷雾 如喷火器一般 将赛班烧成重伤 可依旧打斗不过对方 而此时 本应身受重伤的灭霸 仿佛没事人一般 出现救下了琳达 将赛班电晕 两人还一起爬上电梯井 爆炸轰然而至 巨大的爆炸气浪 将电梯都炸上了顶部 又掉了下来 这都没把两人轰下来 一片火海喷涌而至 也只是烧到了两人屁股为止 就在两人往上爬 以为逃出升天时 赛班抓住了这个前女友的脚 两人掉到了电梯上 好不容易停住 琳达被这个只有血肉的男人强吻 以为可以获得爱情 做白日梦去吧 当一个人发现 自己无人可见 无归可恕 无法可治时 心中的魔鬼不断膨胀下 想来即使是天才 也会成为恶魔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透明人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